阿弥陀佛 二 莫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指引中心副指引我陈仲彦 目前所有的经验人数一定要在处减育14天 提借你 在处减育也是减育的期间 绝对不会出话 如果有平常生活的需要 没有家人能够协助 包括看白安排 预约 迎餐 担本社 心理负德顶 都可以任务国管制关系中心 另外如果有经济的需要探望家人 更可以用视讯方式进行关系 在处提借 违反几天上官可以出发100万 当然不可以任务公益保障金 最后 请大家的合博人提出经理 或是减育的亲家朋友 支持及鼓勵 野马飞毛腿 富商约翰有两大爱好 狩猎和骑马 因此他每年都会来到大草原 因为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骑着骏马任意驰骋 老板 你在看什么呀 你看那里 好漂亮的一匹黑马呀 哦 你是说飞毛腿呀 它的名字叫飞毛腿吗 是啊 这匹马耐力非常好 跑得也特别快 所以我们就称呼它为飞毛腿 只可惜它是一匹野马 如果能骑着它 驰骋在草原上该多好啊 这匹马如果放在市场上卖 那一定会值不少钱吧 老板 那是一匹野马 不值钱的 野马怎么就不值钱了 它可是非常优秀的呀 在我们这里 不管多么优秀的野马 都没有多大价值的 因为要抓野马 本来就很困难 即便是逮住了 也只是个野家伙 不但毫无用处 而且还很有可能 将牧场里的驯马一起带走 而驯马 一旦习惯了野外的生活 那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错 尤其是黑色的野马 那是最难驯服的 他们又凶又猛 我想一匹黑色的野马 要是有了爪子 估计连狮子都不值他的对手 所以我们这里 把野马看成是一文不值的废物 而黑色的野马 更是糟糕十倍 是吗 我倒想看看 那匹飞毛腿究竟有多么难以驯服 你们回去通知大家 我愿意出大价钱收购那匹马 老板 你真的要买下飞毛腿啊 当然了 我就不相信 天底下还有驯服不了的野马 老板约翰要高架收购飞毛腿的消息 很快便传开了 大家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草原 寻找捕抓飞毛腿的机会 以便可以借此时机发一笔大财 你怎么还拿着枪啊 你难道打算用猎枪来捕抓飞毛腿吗 当然了 飞毛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子弹的速度吧 你不会是想把飞毛腿打死吧 那位老板可是要活的 你打死了他可就没有赏金了 你知道什么 捕捉野马的办法是有多种方式的 用枪打就是其中的一种 让子弹擦伤马的脖子 然后趁他昏迷的时候将他抓住滚起来 也是一种 算了吧 我只见过非常多的野马脖子被打伤 还从来没见过有人用开枪的办法 逮住过野马 要想捕捉野马 还得靠套马索才行 你们看飞毛腿出现了 哈哈 他是我的了 就在骑手开枪的时候 另一位骑手将他的枪快速地抬了起来 枪砰的一声朝天空打去 你干嘛将我的枪抬高啊 你这样会伤害到他的 你要是把他打死或是打伤了 那他可就不值钱了 老板要的可是活的 不好 飞毛腿想要跑掉 我们快追上去 可恶的飞毛腿 跑得好快啊 如果刚刚不是你将我的枪抬起 那现在他已经昏倒在地了 少废话了 你如果把他打死 那我们可什么都得不到 快点追上他 只要抓住他 我们可就会有很大的一笔赏金了 重骑手 看着那批飞毛腿 很快消失在草原边际 我们如果不用枪 怎么可能抓到他 我们的马根本追不上他的速度 要想抓住他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 不过我们总是有机会的 下一次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 然而 飞毛腿跑得实在太快了 即便是最优秀的驯马 也无法达到他的速度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能够将他捕获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能将飞毛腿抓来啊 老板 那匹马不但跑得快 而且还很狡猾 好多骑手用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办法抓住他 明天把我那匹闪电带来 我就不相信 那飞毛腿还能跑过我的闪电 好的老板 明天我把所有的骑手都聚集在一起 大家团结一心 这样才有更好的把握抓住飞毛腿 你说的有道理 明天将那些骑手安排好 让他们分散在草原的各个地方 这样才能让骑手的马 在每次追击的时候 都有足够的体力 老板 我正去安排那些骑手 明天一定将飞毛腿给抓回来 没错 明天务必将飞毛腿抓回来 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走了这么久 竟然还没看到飞毛腿啊 最近大家都在围捕他 我想他一定是对这片区域心有余悸 所以不敢跑到这片地区来了 嗯 有可能的 那我们再往草原深处找找看吧 是飞毛腿 太棒了 我们快追上去 别让他跑掉 快追 飞毛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便将众人甩得远远的 只有骑着闪电的约翰紧跟其后 但总是相差那么几十米无法追上 飞毛腿飞快地跑着 约翰骑着闪电紧追其后 他们很快便从众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不好 老板不见了 他一个人追逐着飞毛腿 可别出什么意外 我们赶快通知那些骑手们 让他们赶快聚集到这里 即使抓不到也要保护老板的安全 对 我们必须赶过去 可不能让老板出现意外 闪电 加油 追上那个家伙 怎么搞的 闪电 快点呀 他这是在干什么 痛啊 好痛啊 约翰爬起来后 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闪电 闪电的脑袋在摔倒时 正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血从他头上流了出来 约翰一下子紧紧地搂住他的爱马 伤心地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摔得这么严重啊 糟糕 对讲机也摔坏了 这下该如何呢 我该往哪里走啊 现在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 我竟然迷路了 啊 你想干什么呢 你是让我跟着你走吗 飞毛腿 飞毛腿 虽然走得很慢 但他一直和约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知走了多久 飞毛腿 飞毛腿远远地看到 从对面跑来的骑手们 发出了一声大叫 快看 是飞毛腿 快抓住他 老板 老板回来了 你们快照顾好老板 我们去追赶飞毛腿 老板 闪电呢 他摔得非常严重 躺在刚刚受伤的地方 啊 那我们等下再去救他回来 老板 那我们先上车休息一下吧 啊 车 是啊 你追着飞毛腿跑得那么远 我们怕你出意外 就联系了几辆越野车 一来为了找你 二来有了越野车 我们就能轻易地追上飞毛腿了 啊 你们 怎么能那样做呀 车会撞伤他的 老板 你不要担心 我们怎么会用车撞他呀 我们只不过是用车将他围困住 然后再用套马锁将他抓住 哦 越野车 你们挡住他的驱落 前方几辆掠野车 一加油门 快速地挡在了飞毛腿前方 飞毛腿一愣 急忙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想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这时候重骑手立刻围了过来 飞毛腿 飞毛腿 你今天休想跑掉 哈哈哈哈 看你这下要跑到哪里去 骑手将套马锁朝飞毛腿丢了过去 飞毛腿急忙躲开了套马锁 这时候 重骑手也纷纷地将套马锁朝他丢了过去 飞毛腿 飞毛腿不停地躲闪 套住他的腿 我看被束缚住腿的飞毛腿 还能怎么跑 啊 太棒了 我套住他了 哈哈 这下他插翅也难飞了 老板 我们抓住飞毛腿了 老板 虽然我们抓到了飞毛腿 不过要想驯服他更是困难的 啊 怎么会这样 老板 飞毛腿真是难对付啊 你看 他已经生死力竭 有点支撑不住了 但还不放弃逃跑 约翰看着飞毛腿喘气时喷出来的水汽 有一半是血沫 而他嘴边更是染了一层 又厚又大血 黑乎乎泡沫 哎 放他走吧 啊 老板 你说什么 我们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抓住他的 放他走吧 捕捉他花费的费用 我会一分不少地付给你们的 哦 好吧 老板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他吗 怎么又将他放了呀 他是草原上的精灵 他善良 而且向往自由 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自由的追求 哪怕是死亡 如果失去自由 我相信他一定也会结束自己生命的 因为我的贪念 害得连闪电也受了伤 快走吧 我们得赶快将闪电 带回去疗伤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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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